周一到周五锁定新闻大白话 YouTube频道 为您带来最新政治平息和大选风向 用你听得懂的话 说给你听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张介凡 我是夏小舟 赶快来聚焦今天的政治新闻焦点 首先看到的是 走私便超买了耶 蔡英文能止血吗 花了五天才确认 总统府没涉案 谁只是鸡鞭交货 华航说不清楚哀哄 有难言之隐吗 华航的惩处有上限吗 说现在董事长要辞会准 这是不是要保寄生华航呢 淹了一小时 水这个才退 要罢免韩国瑜 韩国瑜探 哪有里长带头唱衰 这个国安局爆发了四烟案 检调罕见的搜索了 总统官邸范围内的特勤宿舍 查扣三次团购的名单跟电脑 不排除要提讯吴宗憲 比对的名单内容 只是为了这一次总统出访 华航特别开发了预购的APP使用 但最后却因为爆量 改成了人工下单 而华航涉案的这个黄姓组长 他也同样涉及贪污罪 吴宗憲将横家两个人 只要挤压境界之后 检方在24号下午 来到官邸范围内的特勤宿舍 搜索查扣了历年的名单 以及电磁记录 不过名单内的人 也不排除下一步 就是要来进行约谈 北检大动作搜索特勤宿舍 查扣吴宗憲的笔电 和三次跟随总统出访的名单 指两人23号凌晨被羁压 24号晚上检方搜索 不过排除最快时间内 26号下午就提训吴宗憲 来比对名单 检调侦办国安局司宴案 继吴宗憲张恒家羁压禁建后 华航空评部黄姓组长 涉犯贪污罪20万元交保 但若犯后态度良好 配合公出上层 可获得还起诉自保 华航空评部组长被侦讯交保后 华航高层表示 订购的流程都正常 开放预购后 没有管制有库存就收单 并不会有潮量就得通报的管控机制 但其实根据检方调查 华航为了总统厨房团 特别开罚出预购的APP 没有料到这回订购爆料 才会沿用过去的模式 以员工打电话下单 公布门的部分 他开放了定烟这件事 那当他开放了定烟之后 因为他没有管制那个量 只要他的储存量 能够有这个量 而不是说我们根本没有这个量 卖不出去 他持续的在收单 检验案爆发 至今过去检方从未踏入 总统管理内进行搜索 这次首度为了团购名单 查扣电脑等误证 但说是团购名单 却只有三个人被检方调查 就怕这名单内设计国安高层 穿换可能遭串供 具体又可能出现罪证不足 让检调陷入两难遇上瓶颈 如今也只能让吴宗宪 张恒家谈生犯行 供出背后的名单换来 法官从前两行 TV倍新闻众报道 华航被控协助国安特勤人员 走私万条免税的烟品 现在风暴越演越烈 尽管华航的董事长 谢世谦亲上火线 但是还是有很多疑点 被质疑没有厘清 像是国安人员 总共买了三大箱的免税商品 除了吴宗宪的9200条那一箱 其他两箱到现在下落不明 但是华航强调 是因为其他的商品 不是基边交货 都是按照正常的程序走 所以才没有查扣的问题 之前大手笔 找来志琳姐姐代言 打响华航空中免税店的名号 也成了救回 总统专机上锁定的焦点 官人员连同烟品 洋洋洒洒买买了三大箱 但被查扣的却只有一箱 该上飞机而没有上飞机的货 有三批 另外两批货呢 请问另外两批货在哪里 执疑都还没接受调查货 就不见踪影 因为根据华航董事长公布的数字 实际销售的烟品数量 有109条 其中9274条是预购的 735条在机上购买 扣掉湖中线名义上 9200条的那一箱 其他商品怎么不翼而飞 是不是华航的人工 有没有上飞机 这两位小姐 是不是华航的员工 他们凭什么可以买的货 放在仓库里面 这两位随机人购买免税品 它并不是在机边交货 所以并没有什么搭电车 华航强调其他免税商品 都是依照正常程序走 所以没有查扣的问题 华航私燕案延烧 烟品之外 还有没有漏网之余 现在双方各说各话 TVBS新闻装配文 韦佳琪台北采访报道 好 私燕案发生到第四天 华航一直到昨天 这才出面说明 否认烟品走私 强调只是超买 连购买地点都说是在境外 这样的说法遭到推翻 交通部长林佳龙为此震怒 甚至他说 如果华航的董事长请辞 他一定会准 但是今天林佳龙 明明应该有一个美食展的行程 他却临时坎坎了 是不是很担心这把火 最后会烧到自己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有这么大的量 也不知道有机编交付这件事情 春走私是超买 就连境内境外怎么买的 华航说的漏洞百出 在飞机上完成交易 并不是在华航这边 就是说不是在国内完成交易 而是在空中完成交易 刷卡位置在空中 但按照买免税品的规定 走在上机前就该刷卡购买 而专机也属于国土 何来的境外 司宴案第四天 华航的说明内容 令交通部不满 部长林佳龙为此震怒 说华航董事长谢世谦 要请辞一定会准 要华航给交代 林佳龙却在美食展开幕前 一个小时改派政务次长出席 似乎是不想再多做说明 但韩话明明要查到底 被质疑是否是刻意避开媒体 因为前一天 前驻纽西兰代表借文集 就在脸书发文 说林佳龙也是共犯之一 派政次王国财进驻华航调查 是要湮灭证据 还是搜寻可以切割蔡英文 以及民进党的机会 针对指控林佳龙也反击喊告 因为这个证据其实也没有不好湮灭 你目前来看的话 这些证据 这些购买的记录都是还在 趁证据湮灭不掉 不过资料却只有回掉到2014年 其他的都是纸本 但交通部要求华航必须提出到底是哪一任 动作和国安局达成共事的 如今一步步网上查 恐怕牵扯进来的人只会越来越多 TVB新闻综合报道 高雄719的暴雨积水 已经结束一个星期了 但是口水还是没有停止 三民区郑兴里的里长出面抱怨 韩国瑜无能造成辖区积水 还收集了上千份的霸函连书书 引来了韩国瑜说里长是在带头唱衰 这个里长又在脸书 po出了当天淹水的影片 那现在韩国瑜干脆不再回应 要大家自己去问当地的民众 他的里民已经大很多人反弹了 所以里面没有这样的淹水 一个多小时就开始退了 怎么说我们一直不停的在淹水 所以我希望这个里长 去倾听一下里民的声音 不要一直对着我们市长 我就不予回应 一听到淹水争议 韩国瑜有些无奈 不想再让话题延伤 要大家问看看里民感受 而会引起争议 原来是25号的这句话 明明这个里没有淹水这么严重 怎么里长带头唱衰 昨天已经这种声音 已经很强烈的出来了 原来三民区政兴里的里长沈秀林 日前除了控诉韩国瑜无能 造成当地淹水 还缴交了上千份罢韩脸鼠书 没想到韩国瑜25号受访时 希望里长不要带头唱衰 里长又立刻在脸书 po出当天直播影片 要打脸韩国瑜 到处都在淹水我知道 里长直播17分钟的影片 有些地方没有积水 有些地方水深约十几公分 而对于市长的最新回应 由于里长出国无法取得说明 反倒是里民有不同感受 看实际 因为有的人觉得很严重 还有人觉得不严重 没有那么严重 这里还好就对了 对... 有几年也是很严重 但是没有像这一次 准三这么长 很严重很多 对啊 很严重 你怎么用不严重呢 不过毕竟整个里 大多数地区没有淹水 因此美味里民感受也各不相同 TVBS新闻吴少龙 徐季鸿何一信 高雄报道 公民割草行动不满多次向市政府 来申请活动场地受阻 他质疑高雄市政府刁难 高雄市长韩国瑜表示 目前三民区是登革热防疫的重区 担心活动人群 群聚会感染 一切都是按照规定来办理 并没有刁难的情况 来听一下市长的说法 我们现在高雄市说实在三民区 是登革热防疫的重中之重 也是我们最担心群聚感染的 所以三民区所有大型的民众的活动 站在市政府的立场 希望要谨慎 小心 最好不要办 因为群聚下来以后 万一登革热大幅的爆发 那是不得了的 至于有一些活动的话 他就按正常程序的申请 我再重申一遍 韩国一段高雄市长 所有申请的活动 我们绝对不会预设立场 民众本来就可以发出 他自己的声音 但是三民区 要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此时此刻 比较不适合大型的活动 那如果有一些团体想要申请 请向我们市政府 寻正常管道申请 绝对不会有刁难的 再看到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天被问到民调的问题 他说在这个一对一的状况底下 蓝绿一直在消长 一开始总统蔡英文 捡到枪 所以蔡英文赢了 但是最近蔡总统 捡到的是烟 所以民调输掉了 那他自己说 这个板块论 也就中间选民 本来很大一块 是50% 但是蓝绿初选归队之后 中间大概就只剩下 两成五了 其实我大概也估计过 你知道吗 因为你不参加 你也没有宣布参选 大概就是 就是降到那个 25%的基本盘 但是 但是 但是我的思考还是一样 就是说 我们不是在想说 我们个人的选举的胜负 其实应该思考是说 什么时候台湾会更好 人家说你再打高空 我真的是这样 因为老实讲 我当过17年 台湾外科交流病房主任 你知道 每天都看着人台进来 台出去 所以 这些所谓世俗的名利 我们都敢说完全不在意 至少没有那么在意 所以常常是 我只常觉得是这样 让老百姓 过好一点的生活就好了 每天都要搞一大堆 奇奇怪怪的东西干什么 你的民调在你参选之后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情况 事实上 事实上我看过 你知道 因为国民两党在初选 你看到民调震荡 在一个月当中就震荡很大 所以这表示什么 你知道 其实 其实 黄永泰教授那个板块论是对的 但是这样 我目前在这板块相当不稳定 因为 因为就从年初到现在 你知道 自认为是中间的 很明显嘛 从50%降到25% 所以表示难率规律有在出现 但是这样 如果有 你数据一个旗子 他会不会 真的又跑向一个第三方你知道 这个是我也不知道 但是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样 我们纯粹从数学分析 赛局理论 两级的赛局理论 很好预测 比较好预测 也不是很好预测 比较好预测 你会影响你的参选意愿吗 这个 按照 按照全世界ICT大厂的概念 通常 像 像 像那个记忆体 到 一般来讲 一般三家可以占到95%的市占率就不得了了 很少有四家的 所以从目前的经验你知道 要从三卡都再跳到四卡都里 那个模型更困难 就目前我们的拿得及 这个模型太难出现了 好 刚刚听到的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在分析民调 那最近有一些民调我们也可以来看看 好 看民国日报民调好了啦 苹果日报有做撒卡都跟四角站 撒卡都的情况 科比大概还是23% 跟韩国瑜跟蔡英文还是有一段差距 但如果四卡都的情况底下 郭台铭有22%的支持度 科比只剩下14%了 如果用政党倾向来分析的话 泛兰当然支持韩国瑜 泛绿支持蔡英文 中间选民竟然开始支持郭台铭比较高了 就这些中选选民本来应该是科比的票 现在看起来好像如果郭台铭出来的话 科比真的是很难选了 而且瓜分选票的分析 原本支持蔡英文的人有一成三会支持郭台铭 支持韩国瑜的人一成六支持郭台铭 但如果支持科比的人 竟然可以有四成转支持郭台铭了 所以这个科比当然是不太希望四角都的情况出现 但是有没有办法一直维持在萨卡都 但是这个柯文哲又可以有一些结盟 有一些朋友来帮他一起雇中间选票这一块 现在就是科正营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重点了 那柯文哲也被问到有关铁粉这件事情 那他就有说铁粉本来这个延展性 这个扩展性比较差 因为有人说好像支持韩国瑜的选票 就这么多没有办法再扩展 他说这就是铁粉效应 common sense 他是常识 那目前在我这个右手边看到的这一段 就是其实是刚才在这个访问的对话当中 柯文哲有提到的 本来应该会有这个50%的中间选民 但是当蓝绿初选归位之后 这个中间选民就跑回去蓝绿了 但是他说如果calm down之后 就是冷静下来之后 可能又会移回中间 所以他就说这个洪勇他教授所讲的板块论是对的 但是看起来这个板块非常的不稳定 一下跑到蓝一下跑到绿 然后可能两边又突然跑回来 变成中间选民了 而且他今天这个最新的一个谈话 当然他有讲到这个one to one 就是所谓蓝绿对决的情况底下 他觉得国民两党很多都在做民调 一开始可能也是因为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国安 这个保卫国家安全这样的议题 让蔡英文捡到枪 所以他就赢了 但最近他捡到了烟 所以one to one的情况底下就输掉了 而且他还爆了一个料 他说民进党的策略都不一样 他说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税势来找他 一下要我选 一下要我不要选 原来民进党其实是有在跟他沟通的 也不小心讲出来了 那就表示台湾民意的流动是非常快的 不过如果是这样看起来的话 柯P大家要跟民进党合作的几率 感觉越来越小了 反倒是跟柯文哲这个合作的机会 会不会越来越大 当然这也不是柯正英说的算的 可能也要看看这个郭董 这个跨国企业的这个领袖 他最后回到台湾会怎么说 但是柯P最近想要选总统的这个动作看起来 是不是真的越来越明显了呢 除了有很多很多的所谓下乡 有很多很多的专访之外 他又要出新书了 一开始是蔡英文剪刀枪嘛 所以那个万都万蔡英文会赢 不过因为他最近剪刀烟你知道吗 大酸蔡总统嘶言风暴 但就算别人有危机 自己不举脚步也不能停 向来都在选前推新书的柯文哲 又要出书了 名为生死之间 八月底问世应瞎想 如果真的要是为了选举出书 我会选那书名会叫光荣国家 不会叫生死之间 听来生死之间就 就是比较文学的 否认和政治有关 但十几点敏感 尤其新书推出后将举行签书会 势必全台跑透透 是启动竞选战略了吗 因为他不久前才趁下乡时 密会窥机Friday丁一峰 曾广建伦交朋友 聊天就是聊天嘛 所以聊天就是没有特定项目 叫聊天嘛 拉拢非蓝非绿 柯文哲用自己方式交朋友 看起来柯市长真的又在考虑2020 但倘若他参选 补选市长会是谁 用平面媒体民调显示 在可能的人选中 盯手中胜算最高 领先蒋万安的23.9% 和高嘉瑜的16.6% 那柯市长自己属于谁 要选不选我确定再来烦恼吗 你现在如果我们不选 那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时机味道不多说 柯文哲选择先从下乡出书开始 为2020暖身争取更多政治筹码 TVB的新闻王国磷李祖恒台北报道 好 现在柯文哲跟蔡英文之间 可能要争取的就是年轻人的选票 所以可以看到蔡英文动作很大 请林非凡到民进党来当副秘书长 是不是想要让这个民进党 可以跟太阳花有某种程度上的 一些结盟跟合作 但之前感觉太阳花是比较支持这个柯P的 所以也有一些板块 是不是这个是所谓的板块的移动呢 但是林非凡才上任 7月15号上任的吧 到目前其实话题已经蛮多的 像是之前他接受广播专访的时候 说要非函家园 其实很多人觉得这样讲话方式是蛮十分的 接下来又踢到大铁板了 而且是一次得罪了佛教 道教 天主教 基督教 在台湾的这个所谓民间的一些力量当中 其实宗教是很重要的 林非凡这下一次把四个系统都惹毛了 看起来事情有点严重 所以他在7月18号的时候 他说了一段话 他说台湾有很多地方被渗透 包括宗教系统 去年1124 很多反同的势力就跟中国的系统连在一起 他把宗教跟所谓反同结合在一起 然后又扯到了中国 扯到了这个红色渗透 结果昨天14个宗教团体就连数了 要求民进党要求蔡英文应该道歉 现在不只是林非凡本人要道歉了 民进党蔡英文通通要站出来 来看宗教联盟主席朱武仙他就说 林非凡用渗透两个字是非常严重的 这是把宗教带进了所谓政治斗争 让宗教成为政治问题 那台湾本来就有很多的神明是来自大陆 这样相互融合学习的良善文化 怎么可以叫做红色渗透呢 然后这个和平协进会的理事长 视镜要法师他说 林非凡一棒打趴了所有的宗教团体 等于把所有的宗教人说戴红帽子了 年轻人应该要虚心接受宗教的抗议 你要真诚的道歉 不然对2020的选举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那林非凡当然要赶快出来灭火 他就出来解释一下 他说其实我主要想要表达的是 部分宗庙系统遭到了统促党的渗透 或者是受到了中国势力的影响 并不是泛指所有的宗教 赶快啊赶快止血啊 但是现在可显然的是佛教道教 天主教基督教全部生气了 而之前这些宗教对民进党 大概也有一些不满 看这个是民进党的秘书罗恩嘉 数度抨击 天主教台北总教区的总主教 红山川一直卖土地 甚至这个贱卖土地 好所以天主教台北教区 就退出了民进党的宗教委员会 甚至如果往前时间推一点的话 2017年当时环保署提倡的是灭香 就被对手操作成为 这个是什么样 这件事情就是要影响的是一些宫庙 那当时民进党 当时民进党大动作澄清就是担心宗教票的流失 然后今年三月又再传出跟这个香有这个拜拜有关的这个消息 那蔡英文说为了环保问题我们鼓励减香 但是灭香是谣言 所以看起来民进党之前已经得罪的是 可能是佛道教 这个香的部分大概是佛道教 天主教的部分 已经气到都退出民进党的宗教委员会了 现在恐怕还会再加上基督教 甚至是看到很多这个宗教系统 林非凡捅到马蜂窝了 果然非凡 一出手得罪这么多教 好